花芽了,没有办法 那这个还勉强,但是这个也不好 林务局的专业育苗人员 拿着钢虫牛樟母树取消的汇条 向副处长以及媒体记者 说明彩绘的重点 它只要有那个芽点就可以 为保存台湾特有的牛樟树 首领馆处这几年来 在海拔1600公尺高的仁伦苗圃 秘密进行高精进树苗培育工作 去年成功运用无形牵插方式 扩大繁殖牛樟苗木 成功率高达八成 一天到二十五天 它就都这里都会白白的 一火啦,已经一火啦 然后二十天就那个链根就长出来了 那个我们就拿到 我们另外再拿出来建化 建化差不多种下去差不多一年 所以就差不多一年生的 那我们现在这边牵插栽种的技术呢 现在大概成功率多少 因为我们差不多 在目前林市所差不多是七八成的 因为牛樟它这个受粉 是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可能受了一些 气候环境的一个条件 所以不容易等于说去繁殖 所以我们可能用无形的繁殖 用千叉的一个环境 来等于说培育这个牛樟 这样子可能成效会比较好一点 国处长陈耀龙也表示 成年牛樟树身高大 过去需要跑高取种 风险极高 人人苗苗普成功栽种 两千个的牛樟母树 有效解决过去取种困难的问题 才会千叉法 也能筛选优劣品种 因为最近这个牛樟的一个千叉 所以我们在这边 也培育了一些牛樟的一些母树 牛樟它一个生长的环境 在平地来讲是不太容易长得很好 那它生长的环境 大部分在海拔八百公尺 到差不多一千六七百公尺 这个海拔高度 牛屋局南投领馆处 成功在新银箱南伦苗普 成立牛樟苗木培育场 短期成果 能够提高稳定 树苗充分照顶 运期目标 就能够喝止 台湾称狂的倒彩风气